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威奇卧影 大家好我是期货威力哥 又到了礼拜五 那有些投资费可能明天还是要上班 因为明天要 补这一个上班上课 但明天是不交易的 那在这边也先祝大家中午假日愉快 那今天的整个盘势呢 看起来呢 反弹的部分是相对的比较乏力 成交量的部分是有出来的 但是整个的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状况 跟这个目前的被打压下来的情况来看 就短线上来说空风的一个力道 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大一些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市场上呢 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从这一个 欧洲跟美国 在昨天所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的状况 几乎都是很明显的下 而且都低于 这个原本市场的一个预期 这显示欧美市场的部分 他们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现况 确实是有步入衰退的一个疑虑 那再加上这一个 华尔街的这个Failwatch 这个观察这个联储卫利率动向的 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工具 目前显示出来了联储卫在 这一个月10月份的这个部分 他还是很有可能的 会再一次的 做这个调降利率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在暗示什么 就暗示 经济数据好像真的 真的有比较差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根据威力哥所看到的这一些研究机构的 所发布的资料 就以S&P500 指数他的一个成分股来说 里面有大概29家的这一些 科技股的部分 已经有大概 10几家 16家 如果没记错的话 16家 是已经在发布这个财务预测的这一个 调降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原本 预期美中贸易账 好像没有那么 影响没有那么重大 这很可能是这个数据 这个 得这一个 衰退的这个11点 相对来说他的一个时辰比较落后 但是呢 从近期所发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似乎已经开始看到 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整体的市场增围呢 对于经济 衰退的预期呢 似乎是越来越高 那再看到整个 今天呢 的这一个比较短线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的部分 要留意的 要留意的是8月份的贸易收支 大家都知道 就是5月份的美国跟中国 就第一次的这个谈判的部分就撕破了 然后后续呢 互有一些这一个 报复性的一些关税的措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8月份的这个贸易收支 相对 来说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这个6月份以前可能还没有办法 完整的呈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但是8月份 已经过两三个月 我想这个数字就很有可能可以反映出美中贸易战 对美国他自己 在地的一些贸易收支的影响 其实上一个月的一个 数据我们看起来就已经有一些 衰退的一些绩效 另外一点就是失业率的部分 在失业率的部分呢 然后他主要在反映就是说 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造成的影响 民间的这个企业投资一定会缩手 那缩手之后很有可能 他会针对这个 这个人力成本 去做节约 就会造成失业率的一个走样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制造业以及这个非 农业的这一个就业人口的数字 这些在今天晚上都是重点的数字 所以预期今天晚上夜盘 这个波动还是很大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看完我们自己技术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成交量的部分 其实 并不弱估计的大概会有1200亿到1300多亿左右 所以今天的量 肯定是可以再回到月均量以上 那现在就看买这个多空双方 的一个纠结以及买盘 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做追价 如果买盘这个地方没有很积极追加意愿的话 那变成量出来的可是K线是OA 就表示在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调节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走势就很有可能持续的往下 去做一个修正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尾盘 尾盘 尾盘要留意我们的这个官方 很有可能会在尾盘的部分出手看应市场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偏空操作者 你可能就要留意 在这个尾盘的部分 在靠近尾盘的部分稍微做一下风险的一个调节 或者是 改用像权和权这样的工具 稍微来做一个取代 在一个偏空的一个 趋势里面 政府他最常用的手法 有两种 第1种是尾盘的干预 第2是开盘的干预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 以盘代跌 所以在这个部分 请大家要留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威力指标在起货的部分 他是已经 持续的在转空当中 你要值得留意的是 五日线跟月线的部分也即将 这个差离子即将闭合 很有可能会转成死亡交叉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的这根K棒 没有办法 强势收红的话 那几乎 几乎可以确定可能下礼拜 最后下礼拜可能这个五日线跟这个月线很可能就会呈现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短期内呢 这个走势还是有可能持续往下修正 那 修正的一个 一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的可能还是会先到 这一个上个月这个缺孔 形态的这一个上缘这附近 他是一个形态的一个观看 如果走势真的往下呢 去做这个走势跟指标之间的这个背离呢 去做一个修正的话 我想那边呢会是最近的 一道这个形态的一个观看 走势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方可能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好那紧接着我们看到短线的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如同威哥跟大家提醒的你看这个走势 反弹到这个礼拜二夜盘的这个相对低障的一个位置呢 他就被打压下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在这个地方他就有一道 形态上的一个关卡 威哥也把这个 这个地方的画了一条紧线你可以 看得非常的清楚 有没有 你看比较前面的地方 价格只要顶到那个关卡 他就被压回来 好 所以在操作上 短期呢跟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都相对比较偏弱 所以缝小反弹的 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 大家要 特别的去留意 不要去 缝低 在这边想要说 去 去抢一个什么反弹缝低呢 想要去做这个买进 当然不是说不行 你要去做买进的 操作周期要短一点 在趋势已经比较偏弱 比较偏空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一个 规划方式呢就是顺着这个趋势怎么样 顺势去做规划 顺势操作 好 那紧接着呢我们把今天的整个的盘势 跟大家做个重点的整理 首先就是经济数据的部分 在美国的经济数据已经连 三天 出现的数据都是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这代表 紧急正在步入衰退 另外呢就是说 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新闻画面 川普竟然在这个新闻媒体镜头前 公开要求乌克兰跟中国要调查他的竞选对手 也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措辞 这样的言论 要求人家调查这个 这个竞选对手的儿子 拜登的儿子 这个资金的一些来源 那当然这就引起美国政坛的一片的一个批评 那在这样的一个声势之下 我想川普被国会 提出正式谈合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留意 那第三呢就是说美国呢 已经正式的对欧洲 宣布加征关税 那欧洲呢我想 也不是什么谁 但是欧盟在这边 肯定也会在近期 回敬一些报复性的一个措施 所以美欧贸易战也很有可能正式开了 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留意 那大家关注呢 美中贸易谈判呢 我想近期的这个香港问题 一定让这个美中症状感到非常的头痛 说这个美国呢正试图想要把 中国的这个问题 这个香港的问题 纳入美中贸易谈判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10月份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 这个空转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 可能还是要在持续的往后延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很可能会引发一些短线的 小小的失望性的一个败压 所以从以上来看 整个市场的一个不管从这个美国欧洲美国对中国 等等的这些消息面来看都是不太有利于多头发动公式 那技术面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日线的这个协力持续的下完 逢五日线走势谈到五日线就有压力调节走低 所以这个短期偏空的趋势还是不变 那总结了就是趋势还是持续的偏空当中 逢反弹呢最好还是顺的这个比较偏空的趋势呢 去做顺势操作 那空方呢你的一个防守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 观察区呢你可以呢以这个日线 日线大概是在这个上周五 上周五的一个相对高 因为总是如果还可以 想办法弹回到上周五的这个相对高就表示 多方呢 逢低他还是很积极的介入 那当然这个多方不会是一般的法 也不会一般的自然 这表示什么官资还是持续的想要 扭转这个形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操作难度会高 所以空方呢还是暂时 以调节观望为主 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一些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威力取货 最后为一个再次啊祝福大家假日愉快 也祝大家下个礼拜开始都能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大发大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你的收看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不投资